巴菲特大家都熟悉 有人让我拿巴菲特跟他相比 确实我说这俩人有很多相同点 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点 那么相同地方都是有公义心 而且都是不去到处张扬那种公义心 刚开始打交道的时候 还有人说这个人很吝啬 小气鬼挣多钱 谁都不捐 很多人就希望他捐线 就不捐 结果我当时也觉得 这怎么回事这么爱钱 后来一夜之间大家都知道了 几百亿夸查全给了Gate Foundation 让别人管 说我管不好 他自己说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 发现他这个基金管得比较好 他做的事都是有意义的事 就给了人家 这是做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Ray 我前面讲了也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谁管的好谁管 什么事好就做什么事 但是完全不在意自己的 在里面的明目是什么 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然后导致他们投资成功的智慧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共同的 俩人在投资的理念上都是拟周期的思维方式 参加巴菲特的会的人每次听到他讲完 讲了半天说你听着都是非常普通的常识 我头一次跟他谈三个小时 他问我说你讲了半天我就听着没有任何新鲜东西 全是很平白的理解东西 他说对了 就是这样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一直坚持下去相信他 走着走着大家就赚回去了 这是他的智慧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属于要求高度诚实的人 就是什么事没有说因为我要投资我要花你的钱 我就要想办法绕一绕圈子 但是这两位都是在这点上非常非常直白的 告诉你就直接告诉你 再一个就是他们俩人对基本面的信息的重视 这俩人非常像的一点就是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从几岁八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招呼说明书 我们的孩子都要看小说书 看什么各种各样的童话 看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东西 可是好 这位八岁开始看 Ray在他书里讲 我印象他说12岁开始看这个觉得很有意思 我一看我说难怪我们这样的人成不了他们那样的人 不可能赚这么多钱 我们根本不喜欢看这种东西 我到今天也不喜欢看他 让儿子看他儿子也不看 更不看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他们俩很相同的地方 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恐怕这也是一个因素之一 但是我不是说所有 你别回去让你家孩子八岁开始看 99%的孩子可能看不出来的 对吧 那么不同 两人不同 大家知道 那投资风格是非常的不同 因为巴菲特是一个基本面的投资者 所以他要看的东西 最起码的看长期的看 而Ray是做对冲的 对冲基金 虽然他做宏观对冲 但是即使宏观对冲 他也要相当激进的 对于风险的判断 是和巴菲特他们这种运作方式是非常的不同的 他虽然也是你周期 可是他的周期 他要看的相对的要更激进一些 而且更时间上面要更相对的短一些 要在具体的事情上 做法上随时要看到一个东西的两面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就是二级市场的这种炒手 你进入二级市场炒手 你做了这个之后一辈子 心态都是这样的 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你可以看到从他的书里 从他为人 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炒手 再一个就对新科技的态度 这一点俩人共同之处 巴菲特当年讲 说我不懂什么AI 什么internet 我根本就不投 后来有一次他们开股东大会 我们在那聊起来 因为Bill Gates也是他们的成员之一 我就问Bill Gates 你这么对科技懂这么多 搞了这么长时间 你都不能说服老头去投资科技 Bill Gates说 第一我说服不了他 第二我也不认为他应该投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这个领域就是风险很大 他拿这么多钱 他要投 他都拿那么大笔钱投 动不动 就是以数百亿美元相比 他拿这么多钱投到一个里面 那出不大事 那Bill Gates退休之后自己投 他说他自己拿了一笔钱 每一个项目都在大概100万美元左右 就是很小的一笔钱去投 他说投了 投成了就成了 不成就不成 绝大多数可能是不成的 但是这是他搞科技的人 他就有这个判断 他就有这种理念 有这种想法去做 可是这两位都不做 不做这个 但是又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 就是巴菲特是坚决不投这个 而 而这个Ray呢 他虽然不投这种高科技的公司 可是他自己对于高科技本身 他公司本身的投资 就是要把各种新的信息软件 什么这些弄起来 他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这也是他的矛盾之处 那么他们俩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Ray的这种木讷这种不善表达 巴菲特大家知道的 那表达 口头表达非常厉害 不光口头表达厉害 他会表演 他会玩各种琴 然后每次到他开股东会的时候 在家里搞家宴的时候 把大家叫去 就大家一块去唱歌 他自己会连唱再说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喜乐感很强 这点俩人根本不一样 但是呢 对别人的方式 他都是有他们自己的幽默感 可是他表达出来 那么他们在健康的观念上 也是你看这个Ray Ray的从吃饭到他平常的运动 他做各种事 就是极为重视健康 做这个冥想 做什么 吃东西特别注意 那个巴菲特你知道 每次开股 大家都看着 两人坐台上 就是麦当劳的汉宝宝 然后一杯可口可乐 看着我都觉得 我说我的天哪 你这么大岁数还怎么喝呀 我都不敢喝了 他就这样 在这边 你这只可以喝了 你喝了 你喝了 这个环 vern 曹人 我可以喝了 你喝了 你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你喝了 我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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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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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